任何改革,或者说任何国家的改革,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保住上层建筑。改革的目标则是中下层群体。中国大陆新一轮的防改也是如此。本轮防改并不是顺应时代发展,自然而然的政策革新。而是在旧的土地制度下,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土地财政已经运行不下去的背景下,被迫做出的改变。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迫于无奈的让步。 之前的一级土地市场完全是依靠国企、央企托迪。本质上是通过增加负债完成左手倒右手的游戏。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土地财政。很多地方政府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公务员的工资。这就是目前地方政府财政的现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土改、防改。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房地产市场,避免房市出现硬着陆。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为了房产税的出台做铺垫。因为如果一块土地不能持续地创造收益,那这块土地就仅仅只是土地而已。 按照这样的逻辑,未来大陆房屋的产权只有两种,商品房和保障房。其中保障房还包括公租房、小产权房和军产房等特殊性质的房产。 保障性质房将会全部采用土地划拨的方式。售价或者说租金与当地的区域薪资水平挂钩。 但是以划拨的形式进行出让。这样会极大的减少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 如果没有别的政策配套推进,那么这一套玩法将很难进行下去。商品房则将继续采用土地出让的方式。 结合取消土拍限价和改变土地容积率的新政。 之后的改善型商品房很大概率会是建立在城市近郊的低密度社区。 同时也将配套良好的交通和学区。超市、医院等生活配套也将丰富和完善。 这样的社区很像是西市的改善型社区。 与此同时,市中心的老破小、老破大、高层大密度住宅等老旧居民区届时将会因为房龄过大、缺乏修缮等原因慢慢退去商品房的性质。 逐步变为保障性住房。 在今年的9月18日有一则消息,说的是房产税立法暂缓。 很多人的解读是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形势和房地产市场实际情况还没有做好迎接房产税的到来。 所以认为房产税依旧会像之前一样属于雷声大、雨点小。 但这一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上层释放出来的烟雾弹。 暂缓只能说时机尚未成熟。 现在的土地财政无以为继。 上层就要想别的办法。 更何况土地财政也不是中国大陆独有的特色。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土地财政的阶段。 后面也都是逐步向房产税进行转变。 中国也都是摸着西方的石头过河。 只要财政金融那一套东西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基础之上的,那就肯定玩不出新的花样。 想知道中国未来的路会怎么走。 看看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真正的改革很快就会到来。 已经成为中国官方信息预告机构的路透社在上个月就发过一则消息。 中国商品房的产权有可能会改成九百九十九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中国上层已经渐渐改变对土地的固有认知。 商品房的产权变为九百九十九年,也就是变相地承认了永久产权。 因为只有产权是永久的。 房产税的征收才符合法力。 因为如果还像之前一样买了房子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土地产权依旧属于上层。 那么何来房产税一说? 今后的商品房将征收房产税。 而保障性住房不收税。 中国的住房制度将变为保障房为主,商品房为辅的格局。 收入高的人群就去购买商品房,享受高品质住宅和完善的社区环境。 但是你得交税。 工薪阶层可以选择商品房或者保障性住房。 但是那个时候的工薪买房人就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可以同时承担高昂的房价和每年都要交的房产税。 不论将来的房产税以什么形式征收。 按套数也好,按面积也罢。 看上去其实都不是很公平。 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资产投资的方式真的不是很多。 大部分普通人还都停留在银行存定期的基础上。 而房产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绝对是占了家庭资产的绝大部分。 如果房产税的征收是全面性的,那么将会对收入并不高的普通家庭造成巨大的影响。 从而让本就萎靡不振的国内消费市场雪上加霜。 所以在房产税正式征收之前,上层还是给了中下层选择的机会和时间。 利用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将征税目标和非征税目标区分开来,减少物商底层群众的概率。 这样做也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所谓共同富裕。 如果说做不到人人都富裕,那至少可以做到人人都不富裕。 或者说让富裕阶层多出点血补贴一下底层人民。 贫富之间的差距是相对的。 不是说只有穷人便富裕,才算是共同富裕。 只要相对差距缩小,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就看你是怎么理解了。 但是话说回来,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矛盾心理, 有多少人愿意住进保障性住房里呢? 即使年轻人想得开无所谓,这些人的父母未必能释怀。 在中国,结婚一套房基本上属于新郎新娘以及双方家庭新照不宣, 共同默认的前置条件。 将来要是跟亲家说让两个孩子住保障房, 那么这个婚估计就算是结不成了。 政策的颁布,到大家都接受这个政策往往需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尤其是当这个政策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人的钱包, 甚至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时候。 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新郑的阵痛期一定会有。 而且自古以来,在中国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至于基层,具体如何执行,现在说还为时过早。 但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总好过一直苟延残喘。 对于年轻人来说,将来想买商品房可能会越来越艰难, 尤其是在大城市。 可能你打拼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商品房。 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同龄人都是怎么定义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中国人对房子有深深的执念。 认为只有买了房子才能算是在一个城市炸了根。 这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的思想负担。 而且完全没有意义。 为了房子而失去整个人生,真的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努力是可取的。 但有时候努力能把你带到什么样的高度并不是你能决定的。 所以,年轻人,走好自己当前的路就可以了。 不要被老旧的思想禁锢住。 世界是广阔的。 你的眼里不应该只有房子。